其实我没什么大知晓 但是我最近更喜欢的人表白了 他好像嫌弃我成绩不好 所以想跟他考同一个大学 说不定他就会喜欢我了 群里有大哥可以帮帮忙吗 有道物理题做不出来 哇 原来是这么做的 谢谢鱼头大哥 你太厉害了 鱼头大哥 昨天你的解法老师说是错的 以后我不能来玩了 怎么了 父母不让 不是 我要好好念书了 等我考上目标的大学 再来找你们玩 你的目标是哪个 清华 可以啊 人不可貌相啊 妹子 稚气不小 其实我没什么大知晓 但是我最近更喜欢的人表白了 他好像嫌弃我成绩不好 所以想跟他考同一个大学 说不定他就会喜欢我了 男人不看这个 摘星 你是不是不够漂亮 很漂亮的 低调 好吗 反正我想要想去 就是我就成绩不够好这个缺点吧 所以打算努力吧 但是其实我成绩也是全是两百年左右 但是他每次都是全是第一 可以的 这差距很大啊 我觉得我可以再努力一下 如果我也能考上清华 那我就是娱乐圈当中 学历最牛的艳人之一 你的粉丝如果知道 你为他们想到清华 应该会很开心吧 才不是因为 你刚考报金融专业 我还挺奇怪的 我一直记得你 你想是星辰大海 我倒算放弃星辰大海了 你之前说你要放弃 为什么 是因为家里人吗 可是我记得你舅舅也是搞航天的 你父母为什么会反对啊 因为你数学物理一直都满分啊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这个同学大大以后 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科学家 我会为他感到能量的 我只是想帮你说话 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你继续做一个航天设计师 是 为什么 你不故意 谁和你一起 我奔赴未来 我再也不会问你为什么了 我再也不会问你为什么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